水中霸主鳄鱼遇到鱼界战神 竟连五秒都坚持不到吗 虎鱼的本领究竟有多大 鳄鱼是当之无愧的水中霸主 凭借坚硬的铠甲和死亡翻滚的绝招 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 然而万物相生相克 就算是淡水之王鳄鱼也有克星 那就是生活在非洲的哥利亚虎鱼 哥利亚虎鱼还被称为鱼界战神 那么哥利亚虎鱼到底有多强大呢 虎鱼的长相比鳄鱼要可怕得多 看着很瘆人 虽然是淡水鱼 但体型却能长到一米五长 五十公斤重 像一个超大号的食人鱼 发起狠来可以在五秒内把鳄鱼撕碎 并且它们对付的还不是相对弱小的凯蒙鱼 而是鳄鱼里数一数二的非洲尼罗鱼 可以说是淡水鱼里当之无愧的战神 并且 哥利亚虎鱼还是少数会攻击人类的淡水鱼类 一些在河里游泳的人 或者喜欢玩水的小孩子们 都被它们攻击过 渔民是跟呼吁打交道最多的人群 非洲地区还有很多渔民的手指 都被它们咬断了 此外 在1996年的时候 新闻还报道过一件惊悚的事情 当时一辆公交车出了意外 掉进了侮辱不合中 因为非洲地区的经济贫困落后 官方办事也冗长拖沓 救援人员在意外发生九个小时后才赶到现场 本以为他们的工作是打捞公交车和乘客尸体 没想到捞起来的却都是干净的白骨 之后官方人员的调查显示 乘客们的尸体都被河里的虎鱼啃食干净了 虽然事情发生是因为人们对于事故和虎鱼的侵蚀 但能在九个小时内将一车的乘客都啃成白骨 可见虎鱼的习性有多凶残 说到这里就有人好奇了 虎鱼说到底只是淡水鱼类 理论上它们应该比海水里的生物温顺很多 为什么哥利亚虎鱼会有这么凶残的战斗力呢 首先 不得不提哥利亚虎鱼生长的环境 它们主要生活在非洲中部的钢果河流里 大家都知道非洲的环境一向原始而狂野 上面的动物战斗力和竞争力都非常激烈 虎鱼生长在那样的环境里自然也温和不了 它们成年后轻易可以长到50公斤重 这样的体型在淡水里面基本没什么动物感招惹 并且它们浑身还不满坚硬的鳞片 防御相当强悍 第二 哥利亚虎鱼嘴里长满了坚硬而锋利的牙齿 每颗牙齿都有2.5厘米长 这样的牙齿结构跟鲨鱼一样 可以轻易将猎物撕成碎片 它的头骨跟野鳄雀扇一样坚硬无比 27斤重的鲜鱼 经不住它的一口 就连鳄鱼那坚硬的铠甲 在它们的大嘴下也坚持不了5秒 也因为这种独特的牙齿结构 哥利亚虎鱼吃东西是不咀嚼 而是4岁之后直接吞食 看起来非常凶残 第三 哥利亚虎鱼体内有一个像骨一样的气囊 这个部位可以感知到水流微弱的变化 方便虎鱼锁定猎物的位置 并判定猎物的体积大小 有气囊辅助 哥利亚虎鱼可以简单快速地找到对方 然后迅速出击 这大大提高了虎鱼的狩猎效率 此外 哥利亚虎鱼还喜欢群居 本身它的身体构造就够棒了 它们还经常成群结队地出击 那自然更加无敌了 科学家的镜头曾经拍摄到虎鱼狩猎的一幕 一头长达5米5的尼罗厄 被一群哥利亚虎鱼围攻 不到5秒钟 鳄鱼的后铠甲就被撕开满身鲜血 短短5分钟的时间 一头强壮的鳄鱼便被砍得只剩白骨了 哥利亚虎鱼生性凶残好斗 在自然界里基本没有任何天敌 在非洲淡水河里 它绝对是食物链顶端的猎势者 在世界范围内 哥利亚虎鱼的战斗力都排得上好 它们攻击起来的杀伤力 要比南美的食人鱼强多了 是确实可以威胁人类生命的危险淡水鱼类 好在哥利亚虎鱼的好斗本性不只用于捕猎 当一个区域内的虎鱼数量变多之后 它们之间还会自相残杀 互相攻击 这样的习性也可以更好地维持虎鱼的数量 使它们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不至于太过出格 再说 哥利亚虎鱼再怎么凶猛 依然不是人类的对手 历史上很多被虎鱼攻击受伤的记录 基本都是被突然袭击的 只要了解清楚它们的习性 并使用一定的工具 那么捕捉虎鱼轻而易举 并且 虎鱼虽然长相丑陋又凶残 但隐藏在争鸣外表下的肉质 却是鲜美又紧实 口感非常好 很多非洲土著都喜欢捕食虎鱼进行烹饪 还有一些欧洲人会由于猎其目的 或者为了满足口腹之欲 去抓捕它们 综合看来 再怎么凶残的动物都只不过是食物链上的一个华语 人类才是出于最终端的顶级烈士者 无论是鲨鱼鳄鱼还是虎鱼 都逃不脱人类吃货的胃